90后情侣Alan和Zoe 在2010年合作开设首间的设计公司 现在已经拥有8间店铺和公司 最新的店铺就是明记甜品 年纪轻轻的他们为何会选择创业呢? 当时可能因为我是设计的背景 设计开公司是比较容易入门的 因为可以开自己的室内 投资也不太大 之后可以拥有它 因为它对市场也有兴趣 大家一起去做这个品牌 现在8间店铺和公司 每年的营业额大约有2000万港元 营利就有700多万 究竟有什么经营之道? 我认为团队很重要 因为我和Zoe两个人要做的东西 其实做得很多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我们的员工 我们对它好一点 它自然对工作都会比较上心 近利一点 如果年轻人要创业 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呢? 其实我觉得 从创业来说 应该是要做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 因为一个生意 始终有一个高潮有低潮的 如果你不喜欢 不够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 你低潮的时候 你会很大压力和很辛苦 相对于如果我喜欢这件事 就算低潮 我都会很有这个motivation 去继续坚持着 他们的顾客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透过网上宣传 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实我们觉得slogan很重要 因为每个客人看你的照片 或者post的时候 第一样东西就是看你的字 会看能不能吸引到他 例如我们的铝蛇窗 我们会说是全港 唯一一间铝蛇窗的场地 另外例如就像我们的combo 我们就会说是一个收费 十种娱乐 首先去令到别人看你的铺 即是引起客人的兴趣 Alan和Soye 以情侣当合作做生意 究竟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缺点我觉得没什么 但优点就是 叫做我们大家有个部门兴趣 亦是我们是情侣的原因 我们可以有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不会怕怕有什么 有什么争吵 还有我们可能也没什么怀念 因为分工我们都很分明 比如数字 或者是市场 可能设计 如何包装一些东西 我想我们也不太干涉 都信任大家在做的事